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靈基礎的佛系理財術的讀書摘要 面對投資理財 佛系才是正確的態度 不要認真學識 也不要完全放棄 只要看得懂中文 認得出數字 看完這本書照著做 錢就會自然滾向你 第一次領薪水 就要知道的理財官 理財其實比你想得更簡單 告別蟲蟲 跟錢好好相處 低薪、低成長、低利率 3D時代的養錢藍圖 理財的目的應該是增加的財富 享受財富帶來的幸福 而不是讓自己心情隨著 漲疊起起伏伏 沒賺到錢先賺到煩惱 佛系是無所作為 但仍然相信人生有希望 用在投資理財上 就是要放棄學習 但不要放棄賺錢 這本書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用簡單 不焦慮的方法 賺到一些額外的投資財 然後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 去努力工作或衝刺事業 讓生活更安定 也能多花時間經營婚姻關係 關注親子教養 注意身體保養 甚至還有精力去追求夢想 跟著樂活大書理財 不需大筆資金 不需要金融知識 花最小的精力 就可以賺到多一點的錢 以及安心的人生 在這本書上 樂活大書 師生輝要告訴你 理財三個層次 保管、保值、投資 千萬不該混為一談 各司其職 才能讓賺錢最有效率 不希望你用腦 尤其怕你下判斷 因為判斷要根據預測 而預測 是上帝的事情 而真正需要的 是紀律 他希望你傻 傻傻存心 傻傻買ETF 忘了就忘 放著 讓他生出骨子骨孫 他不希望你力滾力 再力滾 他組裝 讓投資賺的錢要花掉 因為長期 復利是數學的計算 不是真實的人生 錢只有花掉了 才能真正擁有 就是理財的真正目的 跟著樂活大書理財 安心賺錢 才能賺到更好的人生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施生輝 1960年生 台大商學系畢業 2003年 被迫自證券公司離職 但在2012年底華麗轉生 將他那套超簡單的佛系投資法 寫成 只買一隻骨 勝過18%一書後 自此稱為 最受歡迎的暢銷理財作家 開啟了他崭新的寫作生涯 本書是他的第十本著作 其中七本以理財為主 另外三本的寫作領域 則涵蓋了電影、旅遊以及勵志 他從不以理財專家自居 喜歡大家以樂活分享達人或樂活大書來勝負他 追隨他的粉絲越來越多 除了因為他的投資技巧 簡單疫情外 他正向的人生態度 更讓大家得到很多的起發 輝煌紀錄 只買一隻骨 勝過18% 伯克萊2013年年度百大第68名 只買四隻骨 年賺18% 伯克萊2017年年度百大第37名 無腦理財術、小隻大翻身 伯克萊2018年年度百大第30名 若遇追蹤他的專欄文章 演講行程與媒體通告 形建 粉絲專頁 樂活分享人生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購買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 按讚 按讚